这几个小年轻竟然要一个寡妇 衣不遮体的在工厂跑一圈 不料寡妇也不甘示弱 直接与他们对赌起来 原来是梁拉蒂那晚喝多了 满工厂的跑 这一下就成了常理小年轻交流的话题 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 一口就干了三两65度的白酒 梁拉蒂一个女流之辈 这怎么可能 但这话被梁拉蒂为了证明自己的酒量 同时也是为了给孩子们多弄点粮票 就跟这帮小年轻的对赌起来 几人直接来到了小酒馆 梁拉蒂一看这架时 直接干了半斤白酒 喝完酒就要去走大墙 可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小年轻们也不傻 现在还没等酒上劲呢 梁拉蒂也没办法 只好等到时间再去 25分钟过去了 再看梁拉蒂确实已经有些晃晃悠悠 这帮人就来到了大墙下 就看梁拉蒂踩着梯子就上了大墙 要说不晕是假的 可梁拉蒂为了孩子们的粮票 他强忍着醉意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有好几次差点栽下来 这下把底下这帮看热闹的吓坏了 最终梁拉蒂终于有惊无险的走完了全程 可就在下梯子的时候 一个踩空摔了下来 小年轻们害怕出事 赶紧把答应的粮票给了梁拉蒂 然后就不管她了 梁拉蒂很明显被摔得不轻 可看到地上的东西还有粮票 梁拉蒂还是露出了笑容 都说女性本弱 唯母则刚 梁拉蒂为了这家里的孩子们 她真的是在场子里忍辱负重 哪怕有一线希望 她也要给孩子们弄吃的 这就是伟大的母爱